华人国小富社幼园的小朋友们化身成为小白兔还有小柴神爷 前往吉安乡公所来拜年 让前往洽工的民众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 而乡长游淑珍也热情接待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们 小朋友更是朝气时足道和祝大家新年快乐 华人国小富幼的老师们用心准备道具 带领着大象班、绵羊班还有白兔班的小朋友们到吉安乡公所拜年 乡长游淑珍欢喜迎接小朋友们到来 也肯定学校师长的用心教导还有家长们的权利投入 让吉安乡的幼童都能够快乐学习成长 欢迎吉安乡化人国小的宝贝们来到吉安乡公所 带来满满的年味跟成长幸福快乐的喜悦 看到孩子打扮得多彩多姿 看到孩子童真的笑容也带给整个吉安乡公所 乡公的乡亲满满的喜悦跟幸福 我们相信教育也是施政的铺陈 更希望奠定更好的建设安全的守护在吉安 看到的孩子跟师长的努力也更需要唤起我们 共够幸福一起为吉安推展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还是要祝福小朋友们健康成长 我们吉安乡公所未来定要为全方位的建设来一起打拼加油 结合农历兔年小朋友们换上了兔宝包装 围上喜气的红色肚兜 加上活力十足的舞蹈 让吉安恰公的民众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 也让在场家长和工作员工都纷纷拿起手机 记录精彩的每一刻 吉安小长游淑珍也准备了乖乖大礼包回赠给小朋友们 祝福每一位小小幼苗都可以乖乖表现健康成长 这里会前相报道